单元一 第二课 放学回家 下 经过妈妈的劝道后 文文下定决心把坏习惯改调 今天他放学经过商场门口 实在不放心哪一缸小乌龟 他们还在水中探头探脑吗 去看一看吧 啊,不可以 他准管心里痒痒的 但还是大大步走过了 在街头走着 文文看见路旁的小店内 没有人换电脑游戏 都有三个人坐在雅里下跳棋 他想 不知道他们下得好不好 随声随摆 我去看一看吧 啊,老毛病 他这样想着 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快到家门口了 一个汽水罐滚到文文脚边 咦,是谁雕下的汽水罐 他一脚就把汽水罐踢得老远 汽水罐踢到雅里去了 要是照以前的乱雅里去了 要是照以前的习惯 文文非把他抓到不可 可现在他只想到 别管他 可是 那个汽水罐 却又崩崩跳跳地滚回来 原来 对面有个小孩子 也踢了他一脚 还兴高彩烈地 向文文招手 来 我手球门 你踢 我要回家了 现在不是换的时候 文文一面走 一面说 小朋友 你也早点回家吧 文文就这样准时回到家里 他懂得按时做功课 按时休息 不再浪费时间了